來,恭喜風雲歌手 謝謝 恭喜,而且是第一次進入到KKBUS的年度風雲榜 就是風雲歌手 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殊榮 因為我有看到跟我同樣得到這個風雲歌手的 各位天王天后級的重量的前輩們 那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次 甜蜜的附和 甜蜜的附和 我說真的,是會有一個壓力在的 覺得自己要更加油 但是我也確定過了 這個獎項是獲真駕實的 他們說後台的數據都是真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OK,曾佩慈,你做到了 其實你最有感覺吧 從之前是有單曲 他的點擊率就很高 到你正式有個人專輯的時候 那累積的數字更厲害了 對,就是之前呢 我的朋友還會跟我開玩笑說 請問這妹子你要唱戲劇片尾曲 唱到什麼時候 要不要叫你片尾曲女神 我說早有一天我一樣發專輯 那在2015年年底的時候發行 那我說真的那時候還沒發行的時候 我真的很害怕 我的歌聲從此就被遺忘 就是也很害怕賣不好什麼的 但是這次經由了KKBOX風雲榜 這個獎項肯定讓我知道 我一定要唱得更大聲 我要發更多唱片 哈! 而且獎座呢 拿去給你朋友看 我不但發專輯 我還得獎 叫我女神 片尾曲去掉 所以怎麼樣 就是片尾曲女神 現在開始有幾個字可以槓掉 再一次說到什麼 叫我女神 片尾曲可以槓掉了 謝謝 但我還是要唱片尾曲 只是不會只唱片尾曲 你這樣就弱掉了 你剛才很有氣勢 為什麼多加這個 我要唱 歌坦的女神 然後挑戰各個類型 好 替你加油一下 而且同時剛才講 服貌女朋友的話 大家會互相的一個創作對不對 對 剛才吳文芳就說 她是屬於比較安靜的那個 她 哎呀她 她客氣了 是嗎 那妳的話呢 四個服貌女朋友 妳會覺得是 妳是什麼風格的呢 我是人來風以及工作 會有一個開關的人 沒有 今天開始就說 我是女神Fu的 女神類的話 OKOK 請問一下 如果妳在服貌女朋友的話 會是什麼樣子的一個風格呢 郭姐姐先不要聽 我是女神Fu的 OK 就是因為師姐 我覺得郭靖師姐 還是沒有女神啊 她畢竟就是 她平常都會 郭靖師姐平常都會提醒我們說 注意哪個妝容啊 怎麼樣啊 然後呢 我跟靜雯就是屬於比較會 就是會亂出一些 鬼眼子的人 其實那妳們有更多 更天馬行空的一個合作 對 好不好 從今天開始記得喔 大家都有錄像片段 我們會幫妳剪 那就是三秒鐘的啊 可以變成貼圖啊 或者是那種 可以長的樣子的 叫我女神 來最後再講這一句 來做一個ending好了 我應該沒有搞死自己吧 沒有 叫我女神 恭喜恭喜 謝謝 謝謝謝謝大家 連陸鋒門歌手 謝謝你